现在我们来讨论福宾尼定理 福宾尼本身是一个人民 他是意大利的数学家 那么定理的内容是告诉我们说 如何把一个重积分化为叠积分的技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是这样子的 一个重积分 它的区域是Omega 假设是这种状况 这个在X轴上 这个的话是Xsimple 就是所谓的 在这个地方是算简单的 在这边的话算是比较复杂的 假设我们函数的话 名字叫做Y等于上面的G2X 这个底下的话是Y等于G1X 那么X轴的话这边是A到B 我们考虑的是这个Omega在这边 函数 双变数函数的一个重积分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改写成叠积分呢 我们是这样改的 叠积分我们就先写两边 函数我们先写 好 现在的话注意的是这个地方X是简单的 X轴这边简单 由A到B 我们的话X我们要写在外头 X由A到B Y呢 Y的话是由下到上 我们是压在这一条线到这一条线 所以我们Y的范围是由G1X到G2X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我们把一个重积分化为叠积分的技巧 现在我们来介绍第二种状况 这种状况的话是所谓的Y simple的状况 假设Y这个地方是两条直线 这边Y的范围是由C到D Omega是在这个范围 那么我们这条线 我们的名字叫做 这个曲线的名字叫做H1Y到H2Y 好 像这种情况 我们重积分 如何改成叠积分呢 我们的顺序就要注意了 这个地方是Y simple Y是直线的 所以我们Y写在外层 Y写在外层 Y的范围是由C到D X的范围 由左到右 它是函数 所以X是由H1Y到H2Y 这个范围 那么伏笔逆定理 我们要能够活用它 我们可以把很多的重积分 都化成叠积分来计算 如果说区域是更加的复杂 那么我们就要利用一些切割的方式 然后再带这两种状况去计算